大家好,我是小柱,这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位于武汉的楚河汉街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武汉楚河街 目前的一个现状什么样子的 事隔一年了,没有来这条街 这条街之前给我的感觉都是 人山人海,人挤人的 朋友们看一下 但是今天过来这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边他中间搞了这个集市 好像是摆摊的 之前这条街说实话 那人走都拥挤 更何况不可能说让你摆摊 今天过来这边的话真的是 看到没有 这边摆了好多的摊子 武汉的楚河街 收入于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市中央文化区的一部分 总长1.5公里 主体采用了民国的建筑风格 是拥有中国最丰富的商业内容 最多的时尚流行品牌 集合了世界顶级的文化项目 汉街的规划设计 建筑的特色招商的品牌 以文化为核心 突出了文化特色 引进了大量的文化品牌 其中包括一批世界级的文化项目 如世界顶级的演艺剧场 世界室内的电影文化主题风云 是汉街成为了中国最具有文化品味的商业步行街 朋友们也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边是做吃的的 之前过来这边都是做的人山人海 但今天过来这边人很少 再卖衣服的 哇塞 三十九元起 里面没人啊 朋友们 整个街上 今天的话 这个街上面人也是非常的少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是刚刚灌节的原因吧 我刚看了一下 好多这个店里面的话 也是没有什么顾客的 然后整个这个街区上面 人的话也是比较少的 就是一些行人在这边漏布的 没有说看哪个顾客 是往进了很多东西 看到没有 这家店也挺大的 但是这里面的话 也是没有顾客的 一个顾客都没有 好奇怪啊 说实话 武汉的丑汉街的话 是王健林 花了五百亿人民币 巨子打造的一个 步行街 说实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大店的 看到没有 里面也没人 街上的话 行人都是漏布的 边路边玩手机 感觉都没有什么 在这逛街的 应该是漏布的吧 对不对 他位于武昌区的 光河和沙湖之间 这个位置相当有玩意的 集合中心 项女规划的面子是1.8 平方全力 整建筑面积 8.340万平方米 是万达集团 投资五百亿人民币 清晰打造 以文化为核心 兼具旅游商业 商务居住功能 世界级的文化旅游项目 项目整体规划 由万达商业规划院牵头 在2011年的9月30日 除汉街开业项目 总建筑面积 是21万平方米 从开封到开业 经用了8月的时间 建设的速度 创造了业内的记录 对不对 而且建筑的品牌 招商品牌全国领先 受到了 说实话 各个社会领导的赞扬 楚河汉街开业后的国庆假期 吸引了游客 当时超过了200万人次 朋友们看一下 它这边现在全部威起来了 我感觉整个汉街 三分之二都打围了 这么多年从这边走 从来没有这个现象 看到没有 这边都是威起来了 不知道是升级是干嘛 说实话 看着这人呢 也比较少 这边说以前是一个 万达的一个商场 也是在装球 把房子在关着的 看到没有 整个这边是在关着 不知道这边在升级是干嘛的 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 以前每次过来 都是人挤人 人山人海 但是今天过来 说实话 人比较少 然后有少量的个商铺在开门 但是里面顾客也是没有 这边的话 很多这个商铺都在关着的 看到没有 这边还有施工的人 好像说是在升级吧 说实话 今天人这边真的是少 当年刚刚开业的话 第一个国庆假期 超过客流两百万人次 成为了全国假期 人流排名前三的热点区域 当年的话 说实话 真的是非常的火爆 但是今天再过来的话 真的是 近非昔比 朋友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也是在关着的 也不知道关了多久了 说实话 以前的话 从这边走的话 真的是一步难求 你说你从这边走的话 那都是人挤人 人山人海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来武汉的话 都会到这边来逛一逛 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民国建筑风格的一个不幸街 说实话 当年的话 说到真的是非常火爆 但是真的是近非昔比 朋友们看一下 好